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十分欣賞凌雙魚 拜他為上卿 地位在大將廉婆之上 廉婆好不服氣 私下對自己的門客說 我是趙國大將 立了幾多漢馬功勞 凌雙魚現在有什麼了不起 反而爬到我頭上 我見到凌雙魚 一定要給他點顏色看 這句話傳到凌雙魚耳朵裡 凌雙魚就裝病不去上朝 有一天 凌雙魚帶著門客坐車出門 老遠就見到廉婆的車馬迎面而來 就叫趕車駛退到小巷裡避一避 凌雙魚手下門客 責怪凌雙魚不應該這麼膽小怕事 凌雙魚問 你們看廉將軍和秦皇比 哪一個勢力大? 門客說 當然是秦皇勢力大 凌雙魚說 對了 天下的諸侯都怕秦皇 我就敢當面責備他 為什麼我見到廉將軍反而怕他? 因為強大的秦皇不敢來侵犯趙國 就是因為有我和廉將軍兩個人在 如果我們兩個人不和 秦皇知道了就會趁機來侵犯趙國 有人將這件事告訴廉婆聽 廉婆感到十分慚愧 就拿著上身背著經條 跑到論雙魚的家請罪 廉婆見到論雙魚說 我是個粗人 見識少 氣量窄 誰知道你竟然會這樣引讓我 我實在沒面子見你 請你窄打我 論雙魚連望扶起廉婆說 我們兩個人都是趙國的大臣 將軍可以體諒我 我已經感激萬分了 為什麼還來給我賠禮呢? 從此 兩個人就成為了資深朋友 論雙魚、廉婆兩個人將相和的故事 也成為了天下美談 三五三十幾 十五百 ін 一十七十二十 intellectually 不然難民任何種人